由江泽民派系扶持上台的香港特首梁振英 施政屡屡逆名义而行 反对洗脑国民教育事件一年后 包围政府总部的情景最近又再次重演 这次提出抗议的不是学生家长或是教师 而是家喻户晓的演员导演和明星 一个斥资数亿一直被看好的香港电视网络 营运了三年最后竟然没有获发免费电视牌 港市主席王维基表明无法接受自己死的不明不白 我们的新闻专题带您前进香港现场 看见香港十月最大的公民抗议运动 10月20日下午 12万港人游行到政府总部再次逼报公民广场 抗议特首梁振英剥夺选择电视台的权利 呼吁拯救香港人的电视 守住香港人的自由 我们的立场很简单 我们要努力 我们输了些什么 所以希望政府在007日之内 一定要向香港示范 很具体清晰地告诉我们 我们是一单共努力的状态 做错了这个状态 自中共接管香港以来 香港媒体的寒蝉效应与日俱增 梁振英上台后情况更加恶化 将中共控制媒体的手段延伸香港 甚至出现黑社会手段 恐吓媒体老板的事件 以传媒主席李志英 AM730创办人施永青 相继招暴力威胁 有议员及评论界认为 今次免费电视牌照风波 是一个政治事件 显示中共加强对香港媒体的操控 因为在今年3月中央宣传部 出了5点的指引 其中一个指引就讲明 所有的传播媒体 都要为共产党和国家服务 不可以批评政府的政策 因为香港的那个电视 尤其是免费的电视 它是水饺车 大级电视 它是全家万户那个地方 香港的两个免费电视 都已经被它控制了 亚洲电视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分排 而且这个是中资的背景 基本就是直接插手 港市风波越演越烈 几位香港重量级人物 包括陈日军书记 及前政务司司长陈芳安生 纷纷发声 今次这一役 我觉得是令到社会各阶层人士 不同年龄的人士 醒过 觉得原来不是单单 是说发牌不发牌的问题 而是冲着我们的核心价值 是破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港市职工会延续六个晚上 在政府总部举办集会 10月25日当晚达到高潮 再次有超过十万市民包围震重 人潮更延伸附近的天桥和立法会大楼等处 多名演艺界人士道上支持 香港人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平 公正 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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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一个自由的市场 所以今次这件事我觉得 其实已经是牽连到一个社会的文化上 如果我们香港一个人的团队 可能我们香港过来 我觉得香港来的一个商务 我真是不知道你能够面对 我们在我身份领感被奥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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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民影帝林德花 透过视频鼓励员工全场振奋 同日港市主席王维基表示 港市风波已经发酵成社会事件 如果当局仍低估事件 将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打沉我 你是打沉了很多人的希望 不是说我代表很多香港人 而是我们所做的事 这件事不面对 其实一直会发烤 那个政治的效果 后果是非常之严重 港市员工留守症种的行动 暂时告一段落 工会计划下月6日 立法会动议辩论 是否引用特权法 调查定是发牌时 再次集会 促进政府尽早交代 拒绝向港市发牌的原因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 在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林秀怡